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982集由于阳为您播讲 王后一两天之内就要就任叔父和皇城 人脉身后功惧卓著而且还得胜券 不管哪一个位置他都能轻松上手 一旦等王后这根钉子扎下来 某些人实现他们那些小心思的机会就少得可怜了 而且以现在的情势时间拖得稍长局面就会稳定下来 人都是很容易产生惰性的也很容易变成习惯 也就是现在上皇刚刚驾崩故而人心动荡 过两个月之后人心私定再想闹出些事来 要多付出十倍的代价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们的机会其实也就在这不到一个月的丧期之中 而眼下已经要走到了尽头 韩刚仰头看天 郁郁难安 最后的几天 心神不定也是在所难免 这不是两年前的冬至夜 事发突然 一切都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 片岩绝生死 眼下这种漫长的等待反而是最难熬 也最不和韩刚一贯的脾性 早知道二大王刚刚病遇的时候就说动相皇后将他弄出京城去 只是不想让小皇帝在世人眼中继续失德才忍了下来 那时候不忍就好了 官人 王已推门而入 轻步走到韩刚的身边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韩刚回头看着妻子 今天又没事了 他刚才起床的时候 王已还睡得正沉呢 现在却已经起来了 王已清称道 官人要上朝 奴家还能睡吗 看着伯怒韩琛的妻子 韩刚稍稍轻松了起来 心口不再那么压抑 一下子放松了喜多 咧嘴笑道 贤妻持家辛苦了 王已又瞪了丈夫一眼 却又不安地问起来 真的没有事 没事 没事 韩刚之前已经提醒过向太后 皇城也因为处在丧西 上下管束的极为严格 另外韩刚安排在外面的耳目 也是一晚上都没有回报说有异状 这几日宵禁虽然严厉 可还是有漏洞算 毕竟此时的开封不是唐时的长安 唐时长安 城有城墙 房有坊墙 入业后将礼访大门一关 长安城内就是一座皇城 加上110座寨子 而开封府中 礼访数不下长安 可每一座礼访 外面的坊墙都没了 弄得与后市一样 一个个破墙开垫 除了皇城左近的一圈礼访 大多数礼访 临着大街的都是一排门面房 大街小巷内外畅通 怎么防也防不住 能守的也就几条大街的街口 韩刚安排了人手 藏身在离狱街不远的院落中 那是顺丰行的京城中的产业 如果有宰府入宫的迹象 几十人上百人的大部队 打着灯笼直驱入宫 与十几个人的巡城假计完全不同 无论如何 只要长着眼睛都不会错过 不与宰府联络 宫里面再怎么折腾都是笑话 没有宰府配合 谁会犯傻去跟声名都臭了的二大王结交 还要去联系深宫中的太皇太后 看看上朝的时间将近 韩刚洗漱更衣 吃了点早饭便上马出门前往皇城 这是大祥祭典的次日 依然还是在丧妻之中 也是丧妻内的仪式之一 在京的全体朝官都要参加这一日的朝会 韩刚出门之后 很快便转上御街 快到上朝的时候了 御街上人头涌涌 一对对的都往北面的皇城赶过去 看到了张纯一行 不过中间隔了挺远 中间还有几位低品的朝官 在御街上不方便追上去 韩刚也就随着人流逐步前进 快进皇城的时候 王安石和他的亲随们 也从另一条路上过来 不过离得也远了 一路过来 韩刚看到了十几支 士智以上重臣的队伍 还有一堆皇亲国戚 韩刚认识其中几个 都是在赛马和促居 两大总社中常常抛头露面的 整整三个月 京中不得赌赛 估计都憋得慌了 赛马总社的会手 怀英侯赵世江 脸色就难看得很 小小的县侯周围 围着一圈王宫 都在长须短叹 赵须的丧事 影响的不仅仅是日常娱乐 还有他们的日常生计 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时间被耽搁 三分之一的收入泡了汤 他们的这副可怜模样 前几天就已经很明显了 唯一看起来没有影响的 就是二大王了 他在两家总社中 没有办点产业 赚钱也好 亏本也好 都与他无关 只是赵景周围空无一人 似乎被孤立了 这本在情理之中 也没有人会同情他 但今天韩刚 却没有看到二大王 只有一人的空白圈子 理应十分显眼才是 不过韩刚很快就没有时间 多考虑了 仔斧们正陆续抵达皇城 除了王安石和张纯 韩刚还见到了郭奎 隔着进石上 遥遥地打了个招呼 彼此之间官员很多 接近起来都很不方便 后面上来的张早 进前来打了个招呼 对行了礼 聊了两句闲话 待张早再去与他人打招呼 周围的文武官便纷纷上前 与韩刚问安行礼 就算韩刚一时间受到了挫折 但谁都知道 不会太久 向台后便会给他补偿回去 难道还真的让他只管的现在 还不存在的图书馆吗 李姓和王后也在人群内 他们同样要上朝 先后过来与韩刚聊了两句 首相韩将 姗姗来迟 骑着与昭陵六郡中的 明马同名的萨鹿子 直抵宣德门前 他前方的官员如同海水分开 全都给他让出了道 宰相可以骑马直入皇城 就是在宫门前也不用下马 不过他在王安石面前 还是从马上下来 行礼打招呼 寒暄起来 待会儿门开之后 两个人都会骑马入宫 虽部长实权 但王安石从官职上论 依然是宰相一级 剩下的宰府 曾部薛相正在宫中 而蔡鹊 自今身份的次相 一向是道德最迟 总是卡在石线上抵达 曹臣们早就习惯了 一切就跟平日里 没有什么两样 看着门前广场上纷乱 却依然有序的文武官们 韩刚觉得自己的确是担心太多了 人到的应该是满全的 宫里面怎么还能有事呢 李炮声响 伴着陈中之音 宣德门的侧门缓缓开启 宰相们领头 一众大臣鱼贯而入 石德一守在皇城城门内侧 督促着新进的士兵 看着仔斧 他的态度一如平日 恭恭敬敬的 向包括韩刚在内的仔斧们低头 近千文武官员 云集在大庆殿前 增部和薛相来得很早了 一东一西的对面站着 两人昨夜宿至宫中 理所当然的 要比任何人都早一点 只是 蔡阙在哪边呢 韩刚的心情突然间有些焦躁 蔡阙虽说是习惯了迟到 但现在也应该到了 作为两位宰相之一 蔡阙与韩将要率领群臣入殿 少了一个可就是笑话了 幸而蔡阙没让韩刚等朝臣担心太久 很快便从后面匆匆而来 站进了班列中 而与他近乎是在同时而来的 还有二大王赵景和中书舍人苏氏 应该都是从宣德门那边过来的 蔡阙 赵景和苏氏先后入列 赵景与苏氏刚刚站定 韩将与蔡阙便率领群臣列队 徐步走进了大清殿 大清殿中一如往日一般阴暗 阳光穿不透高大的殿雨 而现在也还是清晨 更没有阳光来照明 朝臣们按照昨日的排列 在殿中依序站定 开始等待太后与天子的出现 等待的时间过去很慢 但实际上也就是半刻钟多一点而已 静边想过 宋永臣尖着嗓子 提醒着一众朝臣的仪态 而一阵轻微的环佩响 太后和右主从后门步入前殿 往玉座上走去 朝臣们照例低头 等待皇太后和天子入座 只有韩刚瞟着上面 遍体生寒如坠冰枯 进入屏风后的不是向太后 而是老迈的太皇太后 而坐上玉踏的身形 虽的确是幼童 但比天生就有不足之正的赵旭 那个小儿还真是大了一圈 韩刚还认识他 那是赵景的长子孝乾 他们真的做了 他们真的成功了 纵然一直在考虑这个可能 但突然间变成了现实 这还是让韩刚觉得 匪夷所思 怎么做到的 不 现在该考虑的是要怎么去面对 儿等是谁 太后何在 天子何在 韩刚第一时间怒吼了出来 赶在皇太后与天子出场的时候 盯着上面辨认的也只有韩刚一人 就像当年的吕端 在真宗即位的情况下 看见披头散发的皇帝 叩拜之前 还要去拨开头发 认个清楚 担心跪错了人 但王安石也不成多让 看清了坐在玉踏上的人 也愤怒的从班列中 一步踏出 颤声怒吓 上面的是谁 朝臣们一时间糊里糊涂 一起抬头网上看去 本来照常是在韩将蔡雀的引领下 叩拜圣安 但现在韩刚突然大叫 王安石也同样的怒吼 是小皇帝给二大王窜了位 赵景瞪大了眼睛 兴奋的盯着韩刚 身子都在颤着 没看到他跪拜下去 的确是个遗憾 但看见韩刚绝望中的怒吼 却让他有着数倍于之前的快感 浑身酥麻直欲登仙 正是这个感觉呀 不枉自己昨夜 嘴寥寥数计夜入皇城 等的就是这一刻 更不枉自己装疯卖傻 也要活下来 盼着的也正是这一天 韩刚你完了 你完了 太后何在 天子何在 可是被儿等逆贼给害了 韩刚在殿上旁若无人的怒吼着 太后与延安君王自安然无恙 韩刚你何以胡言乱语 行了 不论太后和皇帝两个人到底是死是活 韩刚要的就是这一句 蔡雀参与了对赵旭的拥立 而且是主导者之一 他绝不可能否定赵旭的天子身份 而赵旭既然是天子 那么赵景想要他的儿子接位 要么直接弄死赵旭 要么则是费力 在世前的密谋中 蔡雀绝不会同意弄死赵旭 然后让赵孝前顺理成章的即位 宋永辰实得一也不可能答应 已经有了拥立之功的内臣外臣 都绝不会参与其中 废婚主由是忠臣之为 而弑君就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 弑父如此 弑君亦如此 换上来的皇帝日后也不会容忍 正敌更是会拿来做武器 杀了魏帝曹毛的成绩 究竟是什么结果 不论赵旭和向太后 是几天之后因伤心和悔恨而病死 还是被锁在深宫几十年 宫中日后的一切 都是由高涛涛和赵景来负责 而在这之前 太后和小皇帝都必须还活着 从情理中推测 很容易得到结论 但只有当事人亲口承认 才能让周围的人安心 蔡鹊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王安石的手指颤抖着 几乎指到了蔡鹊的鼻尖上 蔡鹊神色不动 这完全是败犬之费 没见其他宰府都没出来吗 过去他要静房安石的地位 但现在却不一定要了 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了 蔡鹊想着 这不是顺理成章的继承 而是彻头彻尾的政变 若是韩刚等人都在宫外 闻说宫中有变 立刻就能火炮席城 那时候宫内又有谁能挡得住 幸好大翔后一日的朝会 在京的朝官都要入宫上殿 抓住了这个机会 让韩刚和王安石糊里糊涂地走进大清殿中 还不是任凭搓扁捏圆吗 太宗皇帝接位便是这样做的 太祖暴毙 他先一步入宫即位 等到群臣来拜 群臣之分直接就定下来了 蔡鹊便是如此准备 今天的大朝会是最好的机会 也是仅有的机会 等到群臣入宫 他领头带着同僚们一拜 群臣之分极定 事情也就结束了 王安石韩刚纵是满心不甘 三五立士就能让他们无能为力 李信王后登爪牙 也敌不过石德仪手下的几千皇城司亲从 皇城司控制着城门 大门不开 禁卫军中就有人想通风报信 除非变成苍蝇 还得能在冬天里飞 只是还没有到宣布胜利的时候 蔡鹊不敢冒险 在韩刚的背后还有看似沉默 但绝不可能认输的王安石 有两人在 无论怎么讨论 结果都不会改变 见蔡鹊没有反应 王安石就将目标转到了增部的身上 两名素质的重臣 若不是已经参与进去 又怎么可能留在宫中 还安然上朝 这时御史班中一人闪了出来 王安石 韩刚 而等起得独乱朝仪 宣华殿上 韩刚看过去 却是行术 也有他一个 韩刚想着又怒斥道 谋朝篡位不宣华 朝廷养我背何用 倒是行术你 在程伯淳那里学到了什么 术为之忠孝而已 行术冷声道 忠臣孝子得配天地 是父之君 便是汉废帝与商太宗 也称呼其后 王安石怒声呵斥 贤帝崩祖 乃天子孝心之物 岂能与太家刘鹤相提并论 韩刚此时暴怒如狂 心中却寒如冰雪 不易一时的疏忽 就被人抓住了机会 已是性命交官的时刻 现在半步也不能走错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982集 欢迎继续收听 《载职天下》第98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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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职天下》第983集